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你看喔 油墨 滾完石膏板之後 通常油墨的狀態是這樣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油墨盤弄乾淨 我們已經發展出了 比沒有更環保更簡單的東西 收油墨的步驟是 先把所有的油墨刮到最薄 能保就保 這個條墨刀 刮掉 能刮多保就多保 好 你看喔 連滾筒上面的油墨都先把它轉卸 你要記得喔 這個動作很重要 先鋪報紙 鋪完報紙之後 輕輕地灑上油墨清潔液 輕輕地灑上油墨清潔液 OK 多關 好 然後呢 好 先這樣 好 你會發現S型 滾筒上面的油墨就被 滾筒上面的油墨就被 很快地溶解掉 好 然後呢 調墨刀一次最好準備兩隻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已經吸滿清潔液的報紙 我們順便 你看喔 欸 順便 用兩隻調墨刀 這樣子做這個動作 好 好 我現在用了第二張報紙 再一次 一樣 先鋪報紙 再灑清潔液 清潔液只要一點點 好 應該這一次就好了 好 我們可以觀察到滾筒幾乎乾淨了 再一次 好 衛生紙對摺對摺再對摺 沾一點點的清潔液 一點點喔 好 然後這樣 好 好 滾筒已經乾淨了 好 各位 我只用了一張衛生紙 我的手沒有碰到任何的油膜 洗好了 洗好了 好 乾淨 好 乾淨 好 乾淨